Hello 23岁的佩佩 两年前开始在购物平台带货销售 一天开播两小时 月休十天 每月平均就有五六万的收入 而原先她在餐饮业公读长达五年 不仅薪水低 甚至确诊还被要求上班 让她决定逃离餐饮业 原本就是在餐饮业大概工作了五年 都是打工这样子 然后其实一直就是一兼职 然后再加上可能晚上就是假日直播 但是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就觉得说 福利好像越来越差了 就其实几年前刚进餐饮业的时候 好像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有一次就是确诊上班 就是已经前一天跟那个主管先说过 我好像有确诊 然后隔天就是早上确定有验出两条线 然后也有跟主管说 我今天真的确诊不太舒服 然后但是被漠视 就大概硬撑了四个小时 我一直中间一直不断地重复说 我真的不太舒服可以下班吗 然后但是一直被忽视这样 对直到最后就是真的受不了 然后他才愿意让我下班 对然后觉得哇 那餐业服务力既然这么差 那我不如就是认真直播 搞不好还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也比较轻松一点这样 现年25岁的李小姐 从高中到大学都在五星级饭店服务 月收入三万五左右 跳槽到私人会所担任领班 月收入近四万 但入职后发现底薪低 都得靠奖金垫高 让他决定离职 打算重返饭店业 饭店业的薪资结构的话 像是我实领可能三万八 那我的就是加班费 年终奖金都是以三万八去计算 那其实外面有一些 餐饮业的话可能 我实领三万八 但是我的底薪是两万五 然后跌跌了一万多块的奖金 那我的加班费或是年终奖金 都是以就是那两万五去做计算 等于我的日薪不到一千元 那如果我是不管我是在饭店 移工读的身份 还是我用饭店正职的话 怎么算都是比较划算 而且饭店可以享受免费的福利 就是像是公餐还有住宿优惠 甚至如果我是待一些 比较大型的国际集团酒店 那我去国外的集团的酒店的话 住宿一样同享那些员工的福利 这加上其实现在外面的餐饮业的 时薪都是开达至少有两百 我观察就是有两百到两百八这么高的就是 就是Range 那如果我是以工读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平均下一个月 如果认真打工的话 其实四万元不是问题 所以我就是决定从我过去的那个 私人招待所的工作离职 原本在美妆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的游小姐 负责产品开发设计 文轩制作 工作非常忙碌 但因为公司规模不大 未来调薪或升迁机会不多 让她就算放弃年终也要辞职 未来计划靠设计专厂来接案 公司就是近期转型 那我们会改变我们目标客户 然后可是公司的人力是没有增加 还有点减少的趋势这样子 就是之前有一个行政小姐 她也是就辞迟 然后所以人力是减少的 然后目标客户有改变 那这样子的话业务量就会增加蛮多的 对 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想说 以像我那个标姐的方式 她现在是就是跟 算是短期工作人力 然后长期配合 那他们会接很多不同的案子 我觉得在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也会增加人脉 那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年纪来说 增加人脉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量 对 所以原本的公司因为 规模比较小 然后也没有升迁的机会 所以我就想说 可以转战这个 使用兼职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增加不同的人脉 然后再来想说看之后要找什么类型的工作 人力银行公关经理曾仲威表示 由于第四季接近年底 上班族要等着领年中分红 一直以来都是整年度中 增采意愿较低的时段 但今年一反常态 有高达八成七的企业 开掘增采 创下十年来第四季 增采比例的新高 十岁进入到第四季 根据我们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 只有一成不到一成的企业是看好Q4的景气 有五成以上的企业认为 今年Q4的景气明显不如以往 那目前呢 在这个直缺数的部分呢 最缺工的产业排名第一名的 就是餐饮旅宿业了 接下来是一般服务业 再来是资讯科技业 那探究缺工的原因 我们会发现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呢 就是因为少子化的原因 所以导致很多企业的基层人力出现了断层 那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有年轻人的求职意向改变了 他们不太愿意再做以往正职 朝九晚五 可能要被绑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 反而宁愿追求更弹性的工时 多监几份差 也希望可以达到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虽然大部分的企业是看衰第四季的景气 但是还是有超过八成七的企业 愿意在第四季的时候开缺真才 这也创下了十年来的新高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他们主要是希望可以补足之前流失的人力 其次呢 才是公司的例行性真才 以及业务量增加 还有旺季需求等等 至于哪些产业在来年加薪的可能性最高 调查分析显示 全面调薪占比最高的产业 就是餐饮旅宿业 以及一般服务业 也反映出两个产业 人才难求的现状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